启动仪式正式开始 一 二 三 点亮生命之术 花莲慈基医院细胞治疗中心正式启用 借由特管法开放的各种细胞治疗项目 未来病人可以接受包含检查 诊断细胞培制到临床用药等完整的治疗 我想这是一个开始 那么我们更希望的是 那么更多的临床试验的推动 那么让这些一方面治疗的病人 一方面往前做出更多先进的研究跟技术 那么我想台湾绝对是亚洲的医疗中心 花莲慈基医院细胞治疗中心 目前可以运用细胞疗法治疗 包含脑瘤 肺癌 食道癌 大肠结肠癌 乳癌 肝癌 肾脏癌等 第四期实体癌 对尝试过其他疗法的癌症四期患者而言 免疫细胞疗法是救命的新希望 免疫细胞主要的就是从病人身上抽个血 10cc 然后把这些免疫细胞分离出来 再加上扩增 然后再静脉打回去 主要的是要提升病人的身体的免疫力 我们希望从花莲做起 除了照顾我们花冬的乡亲之外 那更希望能够推动到全国甚至到全世界 然后将这个细胞治疗 对于我们疾病 或对于我们未来的治疗的方向的推动 那是有很大的帮助 目前已经有16位癌症患者 等待透过精准的细胞治疗 用自体免疫细胞对抗癌症细胞 期待医疗新里程的开始 能为病苦人带来希望的光芒 大海新闻 红旗温国家郑盛民华联报道 台北区的北投